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重庆南川区的黄金星 承包了一百亩地办家庭农场 它的果园中跑着鸡 羊 马 池塘里有着泥鳅和小龙虾 在它的农场 养殖和种植产生的废弃物 不仅都能够利用起来 还串起了循环链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比赛开始 你得第一名奖励一个老母鸡 黄金星的家庭农场养了四千只鸡 其中两千只商品鸡 两千只淡鸡 这些鸡在农场里跑跑跳跳飞飞 打打架 吃着野食 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养出的鸡 野着呢 这鸡野性十足 也给黄金星的管理带来了难度 淡鸡满山遍野到处产弹 树林里草丛里 鸡是哪儿隐蔽就在哪儿产 这样工作人员得到处找蛋 难免有些蛋没找着 另外 在树林草丛里有天敌 他们会把蛋吃掉 这样下来 黄金星他们每年蛋的损失率非常大 什么样子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损失率挺高的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 一年来损失九万多元 这让黄金星很心疼 怎么办呢 黄金星琢磨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就是找来塑料桶 把其中一边挖走一小块 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 黄金星把桶放在远离草丛和树林的山坡上 另外他在安装的时候 还专门注意了一个小细节 这个桶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前清 到了下雨天 由于桶放的位置是稍微前清的 能够很好的防止雨飘进来 产下的蛋基本上不会被打湿 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 是鸡产蛋的高峰期 到了黄昏之前就可以集中捡蛋了 有了桶窝 有了桶窝既可以把蛋保护好 另外也就不用满山去找蛋了 捡蛋成了非常轻松的一件事 蛋都能收上来了 不过黄金星却并不高兴 因为他在减蛋的时候发现 有不少软壳蛋 还有些鸡蛋壳很薄 它们轻轻一碰就破了 蛋清一流出来 这个鸡它自己就过去把它吃掉了 没事 再来一段 在运输中蛋破的也挺多 每年会有7%到8%的鸡蛋破损 算下来价值将近七万元 这让黄金星很心疼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鸡蛋壳不结实呢 鸡下软壳蛋壳蛋壳很薄 是因为缺钙 给鸡补钙 常规的方法是 让鸡吃骨粉 贝壳粉等等 这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啊 要将近两万多元 更让黄金星担心的是 当地多余潮湿 骨粉 贝壳粉很容易没变 鸡吃了容易生病 怎么用更省钱 更安全的办法来补钙呢 黄金星打起了农场池塘中 养的小龙虾的主意 他养了五母小龙虾 每次收获小龙虾时 黄金星它们会进行分解 好的卖掉 受伤的和活力不好的 平时就扔了 淘汰比例达到6%到7% 挺可惜的 黄金星把它们全利用起来 喂鸡 吃小龙虾那个鸡可以补钙 不过小龙虾可挺硬 如果一只一只喂给鸡吃 鸡是吃不动的 黄金星把小龙虾敲碎 喂给蛋鸡吃 一星期喂上一次 每次喂上15斤 除了让鸡吃小龙虾 黄金星还在食谱里给蛋鸡 专门配上了另一道美食 我们的鸡的伙食可好了 你看 我们自己农场鱼汤里面的小鱼 喂给它们吃 黄金星养了泥鳅和小龙虾 由于池塘中的水 是从山里小溪流进来的水 难免会有些小杂鱼 进入里面繁殖 在池子里 小龙虾和泥鳅 只能吃掉弱鱼死鱼 还剩下没有被吃掉的小杂鱼 它们站着吃糖空间 还会抢食 影响到小龙虾和泥鳅生长 这些小杂鱼也卖不起价 除了小杂鱼 泥鳅池里难免有弱的泥鳅 它们抵抗力低 一旦得病 死了会对池子水质造成影响 这个比例高达7% 黄金星也把他们都捞起来 喂蛋鸡 放这里 看一点的辉味 刚从鱼池里面捕捞上来的 是吗 开餐了 美食来了 对 可喜欢吃了 两千只蛋鸡 每周喂上两顿小鱼泥鳅餐 一顿四十斤 它们里面也含有钙 另外还有丰富的鳞 这样下来 蛋鸡补足钙了 就很少生软壳蛋 而且蛋壳坚韧厚实 蛋鸡特别厚 记者做了一个实验 这些是吃了特别食谱的鸡蛋 把它们放在地上 让鸡灼都不容易破 和其他普通蛋相碰 轻而易举的 就把普通的鸡蛋给磕破了 正是因为它们的蛋壳够硬 鸡蛋在运输过程中 破损率就大大降低 鱼虾不仅为鸡补足了钙 由于里面富含蛋白质 鸡吃后生出的鸡蛋品质 也明显提升了 蛋黄色泽金黄 浮在蛋清之上 不沉底 蛋清清澈浓潮 这样的鸡蛋自然卖件高 它们比普通鸡蛋贵上三分之一 一个蛋就能卖两元多 黄金星养了两千只蛋鸡 让鸡吃上鱼虾之后 一年蛋的收入有九十来万元 农场里鸡蛋的麻烦都解决了 这鸡粪也是黄金星要面对的问题 四千只鸡一年下来 粪那是一大堆 堆哪哪臭怎么办呢 黄金星的农场种了无花果等果树 它让鸡进了果园 这鸡粪肥了果树 湿的是有机肥 种出的果子特别的甜 另外有了鸡以后 鸡又把蚕刺果和落果都吃了 也防止果子堆积 对于环境的污染 以及病虫害进一步的发展 白天鸡粪在果园中都就地消化了 可是到了晚上 这麻烦就来了 到了晚上鸡都回圈里住 鸡粪拉在地上 如果稍不及时清理 这圈里是又脏又臭 特别是夏天 重庆高温高湿 由于鸡粪水分含量高 还容易滋生大量的蚊子 这鸡不但休息不好 还容易生病 为了让鸡睡个好觉 黄金星想着要给鸡 做一张特殊的床 他把稻固壳 锯末 玉米渣 发酵液混合在一起 铺在鸡舍里 这就是鸡的喜梦丝 你看很软 对 你看很软和的 黄金星给鸡 铺了一张发酵床 鸡拉了粪便 粪便吊在发酵床上 电料里面的有益菌 会把粪便分解掉 这样一来 鸡卷没有了臭气 干净卫生 鸡到了晚上 都愿意回到这个圈里住 黄金星还在发酵床上 给鸡搭了一个架子床 这个就是我们的漆架 鸡专门站上是睡的 鸡在野外 有七高过异的天性 这是他们躲避天敌的一种方式 黄金星满足鸡高处栖息的细性 让他们住架子床 鸡觉得舒服了 就能够安心地休息好 不过黄金星让鸡在架子上睡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发酵床的温度高 冬天还好 到了夏天 重庆气温本身就高 再让鸡睡热床 鸡会受不了 鸡睡在架子上 粪便掉在发酵床上 鸡凉快 卷涉也干净 可是接下来 黄金星又有了一个新的麻烦 发酵床的电料 每隔六个月就要换一次 电料运输出去成本高 堆着又会破坏环境 怎么办呢 黄金星琢磨出了一个好招 这个电料我们会清出去以后 要来养那个蚯蚓 鸡粪在发酵床上 通过发酵分解 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 这样的电料是蚯蚓的美食 另外电料的温度湿度 还有通透性 都有利于蚯蚓的繁殖生长 黄金星为什么要用 发酵床的电料来养蚯蚓呢 它有下一步的打算 然后蚯蚓要来喂那个 泥鳅跟小龙虾 蚯蚓是优质的鲜活耳料 也是很好的高蛋白饲料 小龙虾和泥鳅非常喜欢吃 用它们来养小龙虾和泥鳅 一年下来可以节省 百分之三十的饲料浅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一个 良好的循环链 集结了养殖成本 有得够养殖高品质的产品 在积粪的处理上 采用循环链的方式 让黄金星尝到了甜头 它也得到了很好的启发 接着又打起了农场中 羊和马的主意 在家庭农场 黄金星还养了一百多头羊 这些羊白天都在外面 自由自在地活动 吃得好 也有足够的运动 肉质好 农场里还有石匹马 这些马可以给游客骑 学习马术表演 还有照相 它们能为农场带来收益 收入是不错 可是养马养羊有一个问题 它们到晚上回眷住 每天都会产生粪便 一拧下来就有上十来吨的粪 以前黄金星把粪堆在园子里 粪堆会污染环境 是农场中让人头疼的难题 于是黄金星对羊粪马粪 也琢磨起了能够产生 更大价值的处理办法 羊粪马粪用来种菜 蔬菜施的是有机肥 也不打药 黄金星把好的菜一部分卖掉 一部分尾菜用来喂鸡 特别是带虫子的菜 全挑出来喂鸡 鸡是连婚带素一起吃 吃得挺欢式 在农场里 不管尾菜还是小鱼弱虾 都是农场自产自销的 变成鸡饲料以后 养鸡不仅省了将近30%的饲料 鸡吃得有营养 不仅品质好 生长速度也快 你看毛色 挺亮的看到没有 还有就是说它那个体型 看着就很结实 这样的肉鸡 一只能卖150多元 2000只商品鸡 就能赚30来万元 黄金星把农场废弃物 全利用起来之后 它的农场废弃物 大大减少 因为环境好有特色 农场也吸引了更多人 来休闲度假 靠着鸡串起的循环链 它的家庭农场经营 越来越红火 黄金星的家庭农场 以鸡为核心打造循环链 把农场废弃物资源化 降低了养殖成本 在收获高品质农产品的同时 也让农场的环境 越来越美了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关注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这里曾是鸟都不愿飞过的 布毛之地 原来是一片沙漠 风沙四孽 如今这里 沙漠遍绿洲 呈现一片红海 防风固沙又风产 沙漠里种出摇前树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福 睿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Kevin